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如何按赞 订阅 跟分享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影片画面的左下角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给结帅点一个赞 要如何订阅结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这边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同样的请各位朋友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击这个小铃铛打开之后 就可以成功订阅我的节目了 身边有操作期货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影片正下方的分享键 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好的 今天是2023年的3月8号 台北股市欠货 以及3月7指 在受到昨天美国股市 重挫574点的影响之下 今天也全面震荡走低啊 不过今天的行情呢 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弱中带强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的3月其实开盘开低在15725 开完盘之后呢 它先反弹到15808 然后再压回到15721 然后呢又再出现一段反弹的行情 也就是说 当行情下杀下来的时候 总是会有一些买盘的介入 所以这个行情基本上是弱中带强 那当然今天这个行情区间呢 只有87点的行情 那到底要怎么样把这87点的行情 变成钞票呢? 其实虽然说今天的区间只有87点 不过还是一样 基本上有两段行情可以操作 第一段行情就是开盘价的15725 来到15808 那这段行情上来 其实基本上有大概80点左右的一个行情了 那这个跌下来这段行情 也有87点的行情 所以说这个80几点的行情其实有两段 那就看你有没有方法把这两段行情变成钞票 所以说在今天的这个技术分析当中 我们还是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今天台子期当冲操作的一个技巧 那当然除此之外 整个大盘今天在下跌之后 到底接下来的行情应该怎么看 我也会透过这个技术限期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那当然我讲过了 我们如果要做这个台子期的当中的话 每天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先观察一下 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如果说加权指数呢 开盘的时候 开在这个五日均线上方 就代表今天是属于多方控盘 如果开在这个五日均线的下方的话 就代表今天是属于空方控盘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 今天加权指数开盘的位置 首先今天加权指数并没有开很低 它开盘只有开低38点 那我们来看到右边这根黑K棒 最右边这根黑K棒 你会发现到 今天开低38点之后 它仍然是站在这个五日均线之上 所以代表说今天是属于多方控盘 为什么今天的行情弱中带强 因为今天仍然是属于多方控盘 我这边写的很清楚 加权指数开低38点 在五日均线的上方 今天是属于多方控盘 那三月期指呢 开低148点 那开低148点 基本上呢 今天这个跌下来这个行情啊 是可以逢拉回做多 我这边也写的很清楚 逢拉回做多为上策 换句话说 今天虽然开低啊 不过 其实弱中带强 因为它还是在五日均线的上方 所以今天开盘开低之后 其实基本上是可以进场去做多的哦 因此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开盘开低之后 其实千万不要急着去做空哦 如果你在开盘去做空的话 那当然行情被嘎上来之后 你的空单就会停损在这个高点地区 那如果要做的话 当然就是利用它开低的时候 进场去做多 而不是涨上去的时候 看到好像盘很强 进场跳进去做多 那如果在这里做多 当然这个跌下来的行情 我们势必会遇到一个停损出场的问题 所以如何避免多空双疤 当然第一个 早上这个行情 早盘你必须要做多 然后你必须要抓到这个高点转折 再做一趟空单下来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顺利的把今天的这 往上涨的行情 以及往下跌的行情 通通都变成钞票 好 那接下来大盘应该怎么看呢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MACD哦 各位没有发现到MACD的柱状体啊 已经在临轴的附近了 有没有 虽然说今天的大盘跌下来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就是MACD的这两条线 一条叫MAC线 一条叫DF线 这两条线今天已经呢 哎 纠结在一起了 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那结合在一起之后 我认为 接下来很有机会 会形成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哦 历史的走势告诉我们 当这个柱状体 由黑 慢慢的向临轴收敛之后 接下来他就很有可能的 会翻转到临轴的上方 那翻转到临轴上方的同时呢 这两条线基本上 就会形成一个所谓的黄金交叉 所以我最近在这个1600的股民开奖 因为这个两个礼拜 我在57台东升财经台下午4点到4点半 我都会担任来宾 我在这个57 东升财经台的股民开奖当中 我也告诉大家 接下来行情 如果说真的看到16000点的话 投资朋友绝对 绝对要勇敢积极的进场去做股票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行情的一个启动 那新的行情的启动 如果配合MACD的黄金交叉的话 那刚好就是一个起涨点 那起涨点 当然我们就是要全力做多 全力去布局这个股票的一个多单 那投资朋友如果你不晓得要做哪些股票的话 没有关系 我说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 我在电视台的57台 东升财经台下午4点到4点半 1600股民开奖当中 我会担任来宾 我会跟每天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 比较值得注意的一些好股票 欢迎投资朋友可以来收看这个节目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MACD的说明 各位 MACD的柱状体已经向零轴收敛 MAC跟DIF即将形成黄金交叉 这边我写得很清楚 当然现在空方趋势还没有改变之前 如果我们要操作这个台子期的多单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做短线做当中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KD指标 那KD指标的K值低值RSV一直都在20到80之间 所以大盘这个整理平台那么久的一段时间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KD指标都是一直20到80之间 它没有往上强攻也没有往下击杀 一直都在这个平台附近 不过这个平台整理的越久 我认为未来只要出现一个黄金交叉 它往上喷出的力道就会越大 因此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 接下来的一个新的启动的一个行情 好好的在这个金融市场 不管是做期货做选择权 或者是做股票都好好的来大干一票 大干一票 好 以上是今天的技术分析的研究报告 那我讲过了 这一份技术分析的研究报告 其实我每天早上大概9点多的时候 我就会分享给我Lite全部所有的好朋友 当做是一个操盘的参考依据 如果说投资朋友 你也喜欢这一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的话 欢迎各位踊跃的来索取 索取这一份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你不但一毛钱都不用花 而且可以天天免费都取得 那要怎么样取得它呢 非常的简单 只要各位愿意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就可以了 做什么事情呢 只要各位愿意加入结帅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技术分析资料 好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图卡中的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底下的Line ID直接搜寻 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结帅的功夫奇卧粉丝团 你就可以天天免费取得 结帅的技术分析资料 但是请记得一件事情 第一次加入的好朋友 第一次加入好朋友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在你们加入之后 一定要马上回复888三个数字 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呢 原因非常的简单 因为当各位好朋友 你加入结帅的Line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马上回复888 这三个数字的话 那结帅根本就不晓得你加入 我们也看不到你 我们再不晓得你加入 也看不到你的情况之下 我们当然就没有办法把我每天的研究报告 传到你手机的Line里面 所以说同志朋友 你一定要让我们看到你 知道你加入我们Line 我们才能够把这份研究报告 传到你手机的Line里面 那所以欢迎各位踊跃的加Line 然后来索取结算 每天的技术分析研究报告 好的 那么学习技术分析最主要的目的 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理由很简单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当然是为了要 把这个金融市场上的行情 把它变成钞票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很明确 很笃定的一个操盘依据 因此我认为这个技术分析 是可以成为提高我们胜率的一个操盘的一个工具 那当然有很多投资朋友可能 没有什么时间 学习这个技术分析 再加上学习技术分析 本身它就需要时间 跟经验的累积 这需要花一段比较久的时间 那在这个地方如果投资朋友 你是因为工作事业忙碌的关系 而没有时间学技术分析的话 没有关系 你可以放心的交给结帅 因为结帅本身 我是有在带会员的 我们带会员操作的商品 有台子旗 还有选择权 就是说 关于旗货跟选择权这块 我们其实都一直有带单 带会员来操作的 就像今天这个行情 今天这个行情基本上 我说了今天开盘 台子旗就跳空开低 148点 到底这个台子旗跳空开低 148点 你是应该要做多 还是应该要放空 其实完全不需要你猜 因为结帅有在带单 所以你只要把结帅的抠讯带着 基本上结帅就会带你操作 就像今天你有没有看到 今天一开盘 开低之后 8点46分的55秒 你有没有看到 8点46分55秒 是什么概念 就是开盘大概不到 两分钟的时间 我们今天就出手 直接试驾做多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结帅的抠讯 当今天开盘价一出来 你不晓得该怎么做的时候 可是当你看到结帅的抠讯的时候 你是不是马上就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知道该怎么操作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完整的简讯的一个内容 来各位 市价多 3月期指目前的报价 在15750附近 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市价做多 至少两口大台子 我们今天在750做多两口大台子 那这个停损 我们就抓15689 那当然很显然的 今天这个停损价 根本就没有来 因为今天最低啊 是在哪里 15721啊 就是在这个15721附近啊 所以这个多单基本上呢 开盘价进场操作 是一个很棒的机会点 所以在今天早上 8点46分55秒 我们全体其中会员的讯息 我们就告诉他们 市价在15750 多单直接进场 多单直接进场 那这个多单进场之后 我们都知道 这个行情最高 来到了15808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开盘价 你们看到 结帅在今天8点46分开盘价的时候 我们就直接进场做多 那这是一个明确的选择 为什么这个开盘价 我要选择做多 我刚刚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 我是从技术分析的逻辑 来研判今天的行情 那今天的这个台子期啊 其实基本上开盘的时候啊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哦 今天的台子期 开低148点之后 它爆量了2000口以上 那我有沒有教过大家 有 我教过大家说 这个台子期 只要开盘开低 爆量2000口以上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 所谓的低点转折 那这个我绝对有讲过 非常多变 那投资朋友 如果你有学到这一点技巧的话 今天早上一开盘 你是不可能直接去做空的 那我也相信一件事情 有很多的操盘软体 坊间的一般的操盘软体 在今天跳空开低148点之后 它一定会出现一个 放空卖出讯号 那如果你跟着坊间的 一般操盘软体去操作的话 我想今天开盘没多久 你就会直接进场去做空 那做完空单之后 你一定会发现很奇怪 怎么行情一直往上涨 来到了15808之后 这个坊间一般操盘软体 它这空单啊 它一定会给它出掉 而且出掉之后 它一定会在这个高档地区 出现一个买进讯号 那如果你再跟着去做多 在这个15808附近的话 糟糕了 这下你又会再停损一次 来到了15721之后 你的系统又再度翻空 然后又再被嘎一趟 我相信今天坊间的一般操盘软体 没有意外的话 应该会被多空双八 而且不只被扒两趟 有可能被扒到三趟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你这个所使用的操盘软体 是不是坊间一般操盘软体 如果是的话 应该八九不离十 都会如同我所说的现象 但是问题是今天 为什么开盘不能够直接做空叻 理由很简单 因为今天台子息开低148点 开低148点 而且它爆量2000口以上 所以在这个地方结算 根本连想都没有想 这个开盘大概两分钟左右时间 我们全体其中会员的讯息 就是在15750 多单就直接进场 那各位可我们看到 这个多单进场之后 它就冲到了15808嘛 那到底这个15808应该怎么做叻 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会员到底应该要 怎么样才会知道说 这个地方要把这个多单出掉 非常简单 我们的会员基本上 只要安装大碳级系统 都会知道 今天其实可以预挂 做空的点位叫15807 跟今天的高点15808 只有一点的距离 所以做多停力看压力 15750做多 15807出掉 一共涨了114点 如果你有这套系统 基本上你真的会做空的位置 应该是在今天的15807 那当然做空下来之后 10点20分 我告诉会员朋友 有软体的会员如果按照今天的压力 15807做空者 建议短线 15757附近 就试驾出场 那这个出场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还是有两段价差可以操作 讯息搭配我们的软体 今天多空双向 750做多 807出掉 114点 807放空 757给他补掉 100点 两笔交易轻轻松松 又是214点 虽然今天的区间只有87点 但是跟着结帅做两笔单 一笔单用两口单操作 你还是可以看到214点的机会 好 讲完了 期望的操作之后 我们接着再来讲一下 今天的一个周选择权的一个当冲操作 提到这个选择权的操作 我就想到了一般的小资族啊 所以小资族是指超盘资金 在这个10万块以下的投资配 那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做大台 可是这些人想不想翻身 当然想翻身啊 那想翻身的话 你就要选对商品 这个商品基本上选择权 是一个以小博大的金融商品 那我讲过了全投股界里面 大概只有结帅 每天带领我们的会员朋友 来做这个选择权的当冲 好 废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选择权怎么做 当今天早上台子期在8点46分 我们进场做多的同时 选择权3月第二周 15700的买权 我也告诉会员朋友 当时的报价在79点附近 我告诉会员朋友收到讯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试价至少买进20口 20口 那这个20口买进之后 我们所需要用到的资金叫7万9 这个很简单 一点就是1000块 因为你我们买20口 1.50嘛 50乘以20刚好1000 1000乘以79点的7万9 这买进之后 他最高冲到123了 我们79点买 这123了 有没有价差赚 当然有价差赚 我们再来看一下 8点49分 选择权当冲班会员 今天进场3月第二周选择权 15700的买权 79点的部位 我们不续报到收盘 挂109点出掉 好各位看一下 最高123 是10点10分的事情 我们在109点把它出掉 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79点买20口 109点出厂20口 你的79在今天就会变成109000 当你的79变成109000的时候 你的口袋就可以多出3万块钱出来 那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如果你是小资主的话 这是不是你最佳的一个操作策略 用小钱换大钱 用小钱以小博大 来操作这个选择权的一个当冲 那这等于大台值多少 150点 各位有没有想过 今天的台子期当冲区间只有87点 你竟然只要拿79000 你就可以赚150点 所以小资主 不要因为你的资金小 就放弃了你翻身的机会 赶紧来找结帅 参与结帅的选择权当冲班 好以上是今天台子期的日盘 以及选择权的一个日盘的一个交易 讲完了日盘的交易之后 我们接着要来讲台子期的夜盘交易 提到台子期的夜盘交易 如果投资朋友 你是因为不能盯盘而错过行情的话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我讲过了 其实不能盯盘这个问题 真的是小问题 现在人工智慧这么的进步 其实人工智慧可以帮助你盯盘 怎么帮助你盯盘呢 来我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其实我的这一套大碳级期货系统 在去年就已经增加了 所谓的声音提醒功能 这个声音提醒功能 就是要帮助投资朋友盯盘的一个功能 那怎么盯盘呢 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基本上我们的会员朋友 现在都是把我们的这一套大碳级的 期货系统 直接安装在他们的智慧型手机里面 那我想每一个人都现在都有智慧型手机 那智慧型手机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随身携带 不管是你在国内或者是出国旅游 都可以随时携带着它 使用着它 那当然当软体装在这个手机里面 你可能会告诉杰帅说 你没有办法一直盯着软体画面看 没有错 你不需要一直盯着软体画面看 因为当你把软体装在这个手机里面的时候 只要你打开软体画面 再打开这个声音提醒功能 这个时候我们的系统 只要有任何的买进讯号 放空讯号 停力讯号 它就会发出叫声 那这个叫声你的耳朵一定听得到嘛 你不用一直看着手机嘛 你只要听到声音 再去看电脑画面的讯号 跟着讯号做动作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人工智慧真的很厉害 你可以听到声音 再看讯号做动作 操作起来 就不需要一直盯着盘面看 也不需要一直盯着软体画面看 因为我们的系统会带进带出 让你轻松操作 好的 提到这个操盘软体 我相信很多投资朋友 也使用过 无数套的坊间操盘软体 坊间的操盘软体 基本上 它会给你很多的模组 给你很多的指标 让你自己选择 让你自己猜测 让你自己判断 那当然在这种情况之下 每天在这么多模组 这么多指标里面 你怎么可能天天选对 唯一赚钱的指标 或者是模组呢 因此在这个地方 为了要让我们的会员朋友 能够更稳健的操作 我可以把我们这套系统的 当充指标 只设计成一个当充指标 那设计成一个当充指标之后 会员是不是就不会选错了 因为只有一个指标可以看嘛 对不对 那会员在不会选错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他们就可以很稳健的操作 而且保证会跟我在这个直播节目 所讲的软体画面 是绝对百分之百 完全一模一样 而且完全同步 所以在这里 基本上会员朋友 每天收看我节目都会发现到 我所讲的画面 真的就是你们所看到的画面 绝对不会说我讲我的 你们做你们的 我们是完全同步的 那这个做法基本上有两种 我来做一个说明 第一种做法 就是跟着这个探极箭头进场 当你看到红色箭头向上 多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绿色箭头向下 空单直接进场 当你看到星星福老的时候 就可以停立出场 好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昨天夜盘 应该要怎么操作 昨天的夜盘总共有两个箭头讯号 那当然我们一个一个来做检视 第一个交易讯号是箭头向上的交易讯号 当然这个交易讯号基本上是可以不用操作 为什么呢 跟我们核对一下 上面是红色 箭头向上 底下却是绿色 有没有看到 上面红色底下绿色 代表说上下不同步 我有没有讲过我们这套系统 它有少 它有这个 过滤这个杂讯的一个功能 有 也就是说当这个箭头向上出现的时候 如果底下的颜色跟上面不同步的时候 这一笔单基本上是可以不需要进场的 你就可以给它忽略跳过 然后接着再来看第二个交易讯号 昨天第二个交易讯号是箭头向下的 放空讯号 昨天这个美国股市中错嘛 那当然这个箭头向下讯号 我们来比对一下底下的颜色 刚好是绿色 上面是绿色下面是绿色 代表说完全同步 那这一笔单就绝对要进场 当你进场操作之后 果然好事就发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这里进场做空 这里出现一个新兴符号 就代表说这笔空单 这里操作进场之后 这里你就可以获利了结出场 那这样一笔空单下来就有79点的价差空间 各位亲爱的投资朋友 用这种方式操作 是不是又简单又清楚 而且你绝对不会选错指标 因为只有一个指标 只有一个当中指标 所以你百分之百 绝对是跟着这个指标来操作 而且这个做法 我们每天直播所讲的方法 都是一模一样 要么跟着箭头来操作 要么就是跟着新兴符号来操作 只有这两种讯号 所以怎么可能会不会做 对不对 连小学生搞不好都听几遍之后都会做 那这里箭头向下放空 这里新兴符号补掉之后 来79点是不是就可以放口袋了 这第一种做法 那第二种做法呢 来 就是按照这个新兴符号来操作 当你看到多单停力提醒训绕的时候 代表这个行情一定是涨很多了 那行情涨很多代表高点到了 空单就可以进场 当你看到这个空单停力提醒训绕的时候 代表这个行情已经跌很深了 当行情跌很深的时候 就代表低点到了 那低点到了要做什么事情 当然就是要做多嘛 低买高卖你才能够赚钱嘛 好各位看到没有 刚刚所看到的这个软体画面 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这里做空 这里把空单回补掉 是不是可以赚这一趟79点 那这里新兴符号 可不可以抢一个反弹 可以啊 这里有反弹上来 那这个抢反弹的话 我们来看另外一种做法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当你这里做空下来之后 这里出现一个新兴符号 这里抢反弹上来 它还有五十几点的反弹空间 你要再做一个短线多单 基本上还是可以赚个几十点 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说不管你昨天的晚上 用什么方法 只要你有大碳级的 这一套期货系统 你跟着箭头操作 你可以赚79点 因为这里是进场 这里是出场 这里空完之后 这里79点赚完之后 你还可以再做多抢反弹 那这里可以赚个三四十点 没有问题 甚至赚个五十点 也没有问题 因此不管是跟着箭头操作 或者是跟着新兴符号操作 在昨天的夜盘里面 你通通可以 因为不需要盯盘的情况之下 而赚到市场上的钱 我再讲一遍 不管是这个箭头 或这个新兴符号出现 你只要有这套大碳级系统 那我们绝对有这个声音提醒功能 它随时会提醒你做动作 像这里它会出现声音 提醒你做动作 这里会出现声音 提醒你把空单回补掉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 顺势再做一趟多单上来 那这样的话两段交易 你一样可以轻轻松松的 把市场上的行情变成钞票 因此现阶段我讲过了 人工智慧的优势真的很大 因为电脑运算的速度 它非常的快速 也非常的精准 比人脑还快速 比人脑还精准 所以操作期货 一定要有一套专业的操盘工具 因为当你用有一套 操盘专业的工具的时候 它会在第一时间 帮你计算出这个 进场的一个转折点 而且人工智慧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科学客观 不带任何的七情六欲 没有任何的感情 可以完全帮助你 排除人性的弱点 人性有哪些弱点 当面对行情的时候 你如果常常会三心恶意 犹豫不决的时候 你就绝对需要一套 专业的操盘软体 来辅助你操作期货跟选择权 那先这一段我们讲过了 我们推出了一个 非常优惠的一个专案 买鱼送吊钢的活动 不管是大碳级系统 或者是台子旗当冲的抠讯 或者是选择权的当冲抠讯 这个是我们期货的一个商品 还有选择权的商品 这三种商品 是我们所有的商品 那基本上你可以选择两种商品 那这两种商品 你可以各享受半年的会期 加起来总共一整年 我说了 这个不到六万块 真的是非常划算的 两种商品半年 各半年 是两种商品 各半年不到六万块的 这个优惠的这个价格 非常的划算 这个你去问别家投顾 应该都问不到 这么优惠的价格 所以欢迎各位 踊跃的加赖回复599 或者透过我们公司的免付费电话 0800-370-888 直接来电咨询之后 赶快跟上结帅的脚步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 天天做期货 天天有收获 好 今天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祝福全国投资朋友 操作顺心如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 拜拜